台語童謠 台語童謠 今天我們要學哪一首童謠呢 今天這首童謠可有趣了 它裡面講了兩個故事 你們想聽嗎 想 好 那我來告訴大家 這個童謠的名詞叫做 塞伯侯 這個第一個故事就是在說 一個雨中的舞后 雞大雞要娶老婆了 娶老婆 恭喜 所以有很多的昆蟲 魚 都扮演著迎親的隊伍來祝賀 就好像我們人類要結婚 要迎娶一樣 對 第二個也很可愛 第二個是在說 北林溪在雨中 怎麼辦 白露絲找不到回家的路怎麼辦 怎麼辦 迷路你們會怎麼辦 打電話 對 手機導航 或者是找警察伯伯 這白露絲都沒有這三個裝備 更沒有說警察了 怎麼辦呢 所以呢 他就祈求土地公土地婆 帶領他回家 那他最後有回到家嗎 有啊 平安回家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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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我就來教大家這首童搖好了 好啊 那我唸一遍 你們大家附送一遍喔 沒問題 很多人 你們附送一遍哦 水白河 翻熱 青霸 水北雪 血 逆頭暗 吹無路 趕緊來 飛金谷 最好心 來走路 西北河 滴滴路 西北河 滴滴路 北凌溪 來刮路 沿沙娘 過客河 吹無收 滑一朵 吹無收 滑一朵 逆頭暗 轉眼後 土地公 土地婆 最好心 來走路 西北河 滴滴路 西北河 滴滴路 好有趣的歌喔 對啊 但我有個問題喔 什麼是 飛金谷 問得很好耶 小朋友你們知道嗎 好 那我讓你們猜一猜 為什麼昆蟲會發光 會發光 昆蟲 尤其在晚上的時候 對 會在草裡面這樣子飛來飛去 好像提著小燈籠一樣 我知道了 是不是螢火蟲 答對 螢火蟲 螢火蟲 小丁吳吳吳 螢火蟲 可愛的亮亮 對啊 那我們大家再從頭 複習一次 搭配我們的樂器 加上節奏好不好 好 加油加油 樂器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了 準備囉 1 2 3 來 1 2 3 1 3 1 3 2 3 1 3 1 4 2 3 1 3 1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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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3 2 4 2 4 2 5 2 5 2 4 2 3 2 5 2 4 2 4 1 4 2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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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太厲害了大家 那既然呢 我們用念的衝突 到尾念完了 對不對 對 現在加上節奏好不好 好耶 好耶 我們用到旋律 我們用唱的 好耶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的 那準備搭上其他的旋律 一起來囉 好 請前奏喔 預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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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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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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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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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